企鹅 很好任意的 大概谁里面最胖的那一只呢 就是我们的罗王企鹅 那就是罗王企鹅 最后还有一种 他也非常的好任 他很时尚 这个头顶上有金黄色的羽毛 好像头发挑染过一样的 他们叫做马可罗企鹅 那这个很时尚 头顶上有金黄色羽毛的 这个马可罗企鹅 他们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企鹅 所以我们目前在海中 总共可以看到不同种不同的企鹅 那这个有没有发现 企鹅在游泳的时候啊 一直偷放屁 对不对 为什么企鹅都一直偷放屁 会不会有一串泡泡被被踏跑 对不对 那因为企鹅他们很奸诈 他们这个是一难级 这么低温的环境 已经偷偷穿上世界外套 那四件外套 第一件就是他的羽毛 他的羽毛很绵密 而且上面有薄薄的油脂 好像有点防水的作用 这是他们第一层外套 第二层外套就是他偷放屁的原因 第二层是一个空气层 好像这个保温的原理是一样的 很空气气不来 那体温也会容易暂时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啊 空气层呢 受到洗压 空气跑出来的 所以他现在游泳的时候 后面都是穿穿穿的泡泡跟着他们 这是第二层 那第三层外套还有第四层 我们人类都有 就是皮肤层跟皮下脂肪层 我们在四层外套的马路 是他的身份中 上面这个彩色的珠珠呢 总共有十种颜色 那分别就代表0到910的数字喔 所以呢 这个在我们私育人员啊 喂食他们的时候很重要 因为气颜很像啊 他每次喂了之后 如果从外表 他可能很难去记说 谁吃肉了谁还没吃 所以呢 透过这个市场上的彩色圈圈 他们就会判断喔 这一次是鞭炮食物的企鹅 他已经吃太多了啦 都可以再对他的喔 诶 旁边那一次呢 是鞭炮鞭炮的企鹅 好像都没有过来喔 就要赶快把食物 送到他们的嘴巴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圈圈喔 是他们的身份证 每只企鹅身上 都要躲在身份证 这样子呢 我们工作人员啊 在会他们吃东西 帮他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音剧喔 他就是这个 词分证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 好 那来跟我们都会 从外面的这个展示说 好久游泳啊 游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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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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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